其实这半年我非常享受自己的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过去的国家队的这些生涯里面 其实很多时间里是已经被定好了的 那这半年其实我可以去过自己很想过的一种生活状态 早上的时候孩子上学 下午去接他 在这个中间时间里面 我可以去选择性的去健身房训练 跑步 甚至和队友朋友下午去喝点咖啡 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开始慢慢在练习高尔夫 我会给自己还会定个目标 就是第一我绝对不能够长胖 体型绝对不能够变化很大 所以我这段时间摸球拍不是很多 但学习高尔夫比较多